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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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防情有感疫情的血清也傳出偽要 調查局發現桃園縣某屠宰場張姓負責人 利用可輕易取得情類血液之便 違法製造假血清 胡小姐 你在幹嘛 喂 你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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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倒掉啊 專案人員發現製作血清的工廠環境張亂不堪 甚至有的直接就在廁所製造血清疫苗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檢查都要看機票了 你還在幹嘛 據瞭解至少有50萬隻家禽 注射這種血清偽藥 不法獲利出估約為2000萬元 預訂地檢署申請羈押相關涉案嫌疑人8人獲准 全案擴大偵辦當中 南韓知名化妝品公司艾莫莉太平洋 20日坦承旗下化妝品演出過量的致癌重金屬 衛生服務役部表示 有兩款超標化妝品已進入台灣 超標的這兩項化妝品分別是旗下品牌 Eduhaus的新逗趣必不見面 舒緩遮瑕棒與樹苗高手好事成雙造型沒分比 台灣按摩力太平洋表示 遮瑕棒已下架241隻 造型沒分比則下架62隻 食藥署指出 遮瑕棒是3月才開始推出新品 賣出的數量並不多 沒分比則尚未開始販售 不過怕有民眾從南韓攜帶水貨來台灣販售 會加強稽茶夜市網購是否有相關商品 阿里山森林鐵路小火車今年適度脫軌 外界質疑原因出在台鐵局採購的新車廂 使用了中國製的製導式轉向架 在車廂過彎後無法彈回原位 導致1月18日試車脫軌 後續又因為頻繁試車讓過重的新車廂壓壞了軌道 才造成後續的三次脫軌事故 台鐵局升鐵處表示 脫軌原因是否與製導式轉架及新車廂有關 將尋求第三公正單位驗證 美國德州在3月發生豎起包裹連環爆炸案 當地時間20日連傳爆炸事件 在清晨 德州洩馳的聯邦快遞物流設施發生包裹爆炸 據了解一名快遞人員受到波及 緊接著晚間在奧斯汀又發生一樁爆炸案 一名男子在慈善商店遭到炸傷傷 傷勢嚴重 一個月內多起的爆炸案也引起美國總統川普的注意 由於至今尚未鎖定嫌疑人 美國當局因此祭出11萬5000美元 約新台幣335萬元的懸賞獎金 希望民眾提供線索 空軍幻象戰機在去年11月7日 於基隆東北部海域失聯 駕駛飛機的尚未何之宇至今失蹤132天 他的妻子不放棄任何希望 今天在清晨的臉書發文 一句可以幫幫我媽透露出交集的心情 何之宇的妻子說 打到船家已找遍所有可能的地點 卻什麼都沒有 已經沒有範圍可以找了 他每天都在想各種可能 可能被外星人抓走 可能穿越時空 自己行間透露出他的無助 許多網友留言打氣 鼓勵何妻要堅強 顧好自己的身體 有網友說到 不管在哪個平行時空 他都會一直希望你能夠勇敢